9月18日凌晨 贵州前南州三都县发生交通事故 一辆载有47人的巴士经过三立高速公路时翻车 造成27人遇难 20人受伤送医 当地公安通报中没有说明事故原因或公布乘客身份 事后官方证实 巴士搭载的是隔离人员 贵州巴士翻车的话题随后冲上微博热搜 阅读量破亿 网民痛批 清零胜过人命 还有网友抱怨 27条人命是清零的代价 为了实现社会面清零 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 太惨了 这个不叫隔离 是永远的分离 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吧 清零真的把人清掉了 还有网友留言 担心哪一天厄运轮到自己的头上 你不关注 我也不关注 大家都不关注 那么总有一天 我们也会坐上这辆车 不是这辆车 就是那辆车 还有人责问 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当局则按照一贯原则 第一时间删除了民众的批评留言 新唐人界时代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先去到一起邬 至少年 самого住众的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